因為我們家裡住了比較久 和比較舊 所以都想大裝修 我去了Facebook看室內設計的公司網站 無意中看到有DIC的項目 我看到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裝修 我都很喜歡 還有很多客人都稱讚你們公司 所以就想找你們幫忙 這裡是何文田的包庫花園 使用面積大約809呎 本身就是三房兩廳 而且已經很舊 那究竟裝修前有多舊 我們馬上看看照片 單位住了二十多年沒有裝修過 今次一於來個大翻身 將原積的三房兩廳變成五房兩廳 都上過你們公司的網站找參考 歐綠色是我最終的決定 因為我想我家裡有一個高貴又簡約的感覺 設計師在大門這裡都加入了花線 完全是濃濃的歐綠氣色 而這邊本身有一個凹位 設計師都做了一個到頂的大鞋櫃 增加圓關的收納量 而最特別就是這個位置 設計師加入了一塊鏡面的維新 令到圓關的視覺空間更加拉闊了 而且中間這裡加入了一個雲石的板 就可以放下鑰匙了 而這邊設計師就改用了做黑濾框的玻璃堂門 成為了廚房的入口 令到這個歐綠風設計上更加獨特 一進來廚房 淺紫色的長磚配上一系列白色的廚櫃 感覺簡約清新 令到廚房感覺更加整齊 而且廚房的收納量亦都比裝修前大大提高 來到客廳這邊了 有一大組的組合櫃 但是這個櫃一眼看下去 是不是好像普通的儲物櫃一樣呢 其實內有玄機的 打開是陷入式的雪櫃 配上飯廳這邊的卡座 就可以成為了一個非常舒服的招呼朋友地方了 客廳以白色和金色做主色調 純白色長身加上金邊做點綴 設計簡約而且不失格調 設計師善用客廳這個寬敞的位置 設置了大型電視櫃 而電視旁邊亦都有儲物櫃 被戶主擺放家居擺設之餘 又可以增加全屋的收納空間 因為想多些空間 可以擺放運動器材 當中也有跟設計師提出過要求 他將兩間細房改造反教廠 平時不用我們就可以多些位置放器材 我們都很滿意這個效果 子女房都是以簡約為主 有和長身同一色系的杜頂組合櫃 而兩間房都用了電動反教廠 平時收起就可以放健身器材 一舉兩得 其實今次的裝修都想多選兩間房間出來 因為工序可能會比較複雜和多改動 但設計師一直都很細心和很詳細地解釋每一個工序 而且他們都很快解答了我們的問題 令到我們都很放心 走廊這裏都有特別的 就是天花板做了假天花增加儲物量 而且這裏就是設計的重頭器 三房變五房五間房全部在這個空間 設計師改小了兩個洗手間 利用騰出來的空間做多了工人房 讓兩位工人使用 這邊就厲害了 設計師利用了少少頭房的空間 做了一個儲物房 還用了燙門設計 又漂亮 而且又可以省空間 看上去更加闊落 來到主人房 都是貫徹客廳的歐陸風格 以米色和淺紫色作為房間主色調 設計師為護主做了一個到頂衣櫃 而且還在房間粒位設置了書桌 善用每一吋空間 主人房這裏雖然夠闊落 但是護主也希望越多收納空間越好 但是又不想阻擋洗手間門 那可以怎麼辦 設計師就在床的另一邊 加入了一個地台設計 而這邊就留回通道 再做了一個梳妝桌 儲物空間又有 洗手間門又不會阻擋了 洗手間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動 不只改小了 裝修前的洗手間比較雜亂 而且無論是長磚和浴缸都已經很殘舊 裝修之後完全不同了 淺色設計簡單精緻 設計師還特地在鏡櫃上加了放光效果 令到洗手間網絡更加光亮 今次整個改動和設計我都滿意 如果接下來有需要 我都會找回設計情報中心 也都會推薦給親戚朋友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瀏覽DIC的網站 網站上面除了有近千個 真實效果滿意個案 以及近二千個有價目的參考個案 不斷持續更新之外 還有大量真實設計和3D效果圖 而每個個案 在網頁底部都有單位價目參考 DIC的每項工程步驟 到別墅嚴格遵循三大國際ISO指引 當中包括 質量管理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 以及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 設計情報中心是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的裝修和小型工程 而且DIC還推出了自家會員計劃 Dpoints 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還是推薦親友選用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 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號碼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 雙倍Dpoints積分 就算推薦人未曾慰顧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而且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編號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都可以獲得Dpoints積分 客人可以透過Dpoints內的積分 換令各式各樣的禮品和服務 現在就立即成為我們Dpoints會員 一起贊取無限獎賞